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本人水魚 歡迎來看白龍學的那個什麼 海水缸新手入坑必看的影片 很多同學一定會想說 海水缸到底要不要冷水機 外行人來講外行話,你聽看看 海水魚大概到現在也養了大概一年半了 我都沒有用冷水機 沒有用冷水機它的優點就是什麼 生錢生電嘛,但是海水魚的話 我自己研究出來,你要養的活 跟養的好,跟養的專業那個是差非常多 我是大概就是維持在能養的 它會有基本的觀賞價值就好了 我們先說這樣 簡單啦,簡單來講 我這邊的話就是常年溫度 最多不能超過30度 然後一般的話就是控制在29 控制在29 有的時候就是通風好的地方 那你家裡有鐵皮膚的話就絕對不行啦 太熱了啦 除非 偶爾我們有 廚房這邊嘛 有開冷氣 然後開冷氣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邊打開 讓那個冷氣跑進來 整個散熱面積這樣大概吹個一小時的微幅 溫度大概就會降一度 我是覺得這個感覺還不錯 所以說 你若是初學者,只有養魚的部分 一些基本的 比較愛超的一些軟體的話 事實上 以我自己的經驗 你如果說魚缸比較大的 它的容錯率會比較高 基本上 沒有冷水雞 我也是大概這樣養了快 一年八個月 大概快兩年了啦 也是這樣子 一路走走 在那邊疊疊 疊疊撞撞這樣過來 我是覺得 就是選擇力裡面的東西 比較好養的 基本上 沒有冷水雞的話 溫度 凌界點30度 你如果有一點31 你就是加個風扇 讓它壓在30 基本上 雨是受得了 但是裡面的軟體就是要看了 你像白湯水裡面就是這一些 比較耐操的這些八爪啦 還有一些花環 香菇啦 這一些的 大家就這樣分享給大家 所以 海水缸 需不需要冷水雞 我個人是覺得 你若是要只剩下的窩 不是說要跟人家比賽啦 或是怎樣 大概就是養一些比較醜用的魚類 跟軟體 基本上 30度的話 我是覺得還可以 最主要是通風 分享給大家啦